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棋会长 这样如果白棋直接冲的话 结果不是很理想 打赤 黑棋就接住 虽然现在蒸子是白棋有利 但是呢 黑棋它不用去考虑蒸翅你 它就把这个接上 这边想跑出来也不容易 黑棋这三个子在这等着 如果想要求活 比如说粘在下面 那黑棋就拐过来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因为黑棋二路有一个硬腿放在这 所以白棋在就地生根的话 也很有困难 尤其是这个子在这 它下一步棋如果说走在这一带的话 黑棋就简简单单的从里面跳进来 白棋要做演也很难 那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需要进行一个整体的构思 如果直接冲出去 是没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那想要就地做活呢 也要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实战呢 后来的白棋的下法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它进行了一个全局的运算之后呢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大规模的进行棋子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实战 白棋 简简单单的 看似非常平常的一手棋 立下来 给了黑棋一个考验 黑棋从棋形上来讲的话 长出是在这个形状是本手 不过这样呢 白棋这个子放到这儿 比我们刚才放到这儿呢 对于下面做活来讲 就可以起到了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现在 白棋从这个方向挡过来 这里面黑棋如果说 想要杀白棋的话 就很困难了 因为有了这个 比方这一代靠或者虎过来 白棋的这个生根和眼微的弹性 都是要比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图要丰富很多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也是下定决心 要吃白棋 他才会选择虎这个 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个棋就是在你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变化之间 就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 白棋这手棋其实是一种适应手 问你的态度 如果说你走在这个本本型上面 那么双方就相安无事 白棋也就做活了 但是如果黑棋你不留余地 要吃我的话 但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注意到 黑棋为了吃白棋 他自己的形状 也并不是很优美 这个棋被头上一打 打成了余形 从形状效率上来讲 黑棋整体他也是必须要有付出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换之间呢 白棋就可以重新来估量这块棋的价值 来重新结合整盘棋 来判断这个棋究竟该做何选择了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盘棋的背景呢 是2016年的中国维甲 是一盘主将之战 对职者的双方 大家都非常熟悉 也是我们当红的两位小生 黑棋呢 是十月九段 白棋是柯杰九段 可以说 对于十月的话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多次提到过 这位棋风特别鲜明的棋手 是以图大龙 而得称雅浩 场军一条龙 关键呢是他图的龙 都是跟他水平相当这样的 一等一的高手 这就非常不容易了 在这个虎的时候 你就不难理解了 十月 他毕竟呢 他的这个风格如此 他就是在想清楚了之后呢 能吃你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拐弯抹角 一定是选最狠 最直接的方法 做的是柯杰 柯杰的风格呢 是非常的灵活善变的 他 而且呢 柯杰的棋 能够下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他必然是有他独特的一面 可以说 他的棋非常的有韧劲 我看到他的很多盘棋 在自己的这个失误之下 可能会被对方吃掉一块棋 但是在那种时候 我们可能通常情况 都已经觉得 这个棋没办法继续了 但是他还能够迅速的 把心态调整好 继续一下 而且呢 下得非常的有韧劲 很顽强 能够把这个局势 能够可以说是妙手回春 力挽狂澜 那这盘棋 可以说双方在这样一个局部 是充分体现了 这两位棋手的 特有的风格 然后我们要看白棋呢 这个时候给出的态度 非常明确 打吃 他没有粘在下面 也没有在这边去 再继续求活了 就是因为 黑棋在这儿有了一个子以后 白棋在局部 无论你走什么 都没办法做出两个眼 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了黑棋 既然你盯着我的问题 那么我也可以来追究一下 你棋形上的问题 白棋栈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视野放大一点 来纵观一下全局的这个局势 其实白棋的这个 左边乃至上方 整个空间可以去施展的这么一个余地 还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他的潜力很大 如此也就能够明白白棋在这儿打吃了接住 他的意图是什么 原来白棋在构思一个 弃子 假设这个时候 黑棋从这边冲吃 当然下边的实地 非常的可观 但是 在这一带 白棋一旷 黑棋这个子 就已经跑不出去了 接着下一步 从这边立完了之后 还有种种 对黑棋的这个 收弃的可能 也许黑棋还要再花一手棋 才能把这个棋彻底的补进 那么如此 白棋还可以再有一个先手 比方说在这边 小间或者继续拆边 这样我们再看的话 似乎白棋这边被吃掉的木树 与外边的这么一个潜力来比的话 白棋并不亏 或者说 白棋很好地摆掉了自己的 这个包袱 然后重新在 更广阔的地方 从长记忆 而且以后这边 白棋这一带掉一个之类的 还可以继续压缩黑棋的空 黑棋想一想 这个头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 小尖一个 这样呢 再补回来就不存在 我们刚才说白棋这个跨段的手段 很显然 对面做的是柯节 绝对不会让你轻易地达到你的目的 挤上来 所以其实 这首棋也是给了我们 棋友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通常情况下我们觉得对方是决先的棋 第一杆可能就会 很盲目的会跟着硬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你会被对方 获得一个很大的便宜 所以我们在这种时候越是觉得必然的细腻越应该停下来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反击 就像实战白棋的这个挤 挤到了之后呢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跨段 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斑 还是存在的 黑棋 不断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其实 盘面上的焦点已经不是在下面 双方白棋如何活 黑棋如何吃 而是转到了上边 黑棋想要争先手出头 而白棋要想方设法的把黑棋给封在里面 所以棋局其实就是如此 它不是把这个聚焦点啊 一直在一个局部当中是作为最重要的 它一定是根据全局的这个变化而变化 所以这也是围棋与其他棋类所不同的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象棋 那在一开始的局势就已经设定了这个降核 是最大的 所以所有的棋最终的目标都是围绕着怎么去吃将 怎么去擒拿对方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头号的头目 而围棋不是这样子 围棋它的这个重要的点 一直是随着我们的这个价值在变化而变化 所以这也是可以说是围棋有趣的一面吧 一起打吃 出头 来一起尝 那高手呢 它就是善于 虽然我要弃子 但是呢我也会把我这个铲子啊 也起到这个充分的利用 再一张 黑棋先点一下 白棋也点一下 这是双方这或许是在心理上的一种一种暗示一种心理战 走完了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必然的先手 对方肯定都要硬 那在这个下面呢 现在因为白棋补了一手 所以在下方如果黑棋不走的话 白棋就有可能做火 因此黑棋加一个 黑棋补呢 也可以看到它是在 也是在兼顾自己左边的这块棋 然后白棋再一靠 从白棋的这个打吃尖上这一挤 在这一靠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白棋它的每一招棋 都是尽可能的下在黑棋的这个棋型的要点上面 卡住你的腰眼 黑棋搬 白棋交换一下 再一场 下一手棋 这一步如果被白棋唬到的话 白棋的这个眼味是 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 黑棋就很难吃它了 所以必须抢这一点 但是呢 这一拐 对于黑棋外围的这个外势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棋 白棋走到了 黑棋一般 白棋拐过来 白棋从打吃了接住之后 都是在充分的贯彻自己弃子的这个思路 而黑棋也是在尽可能的要最大化的吃掉 白棋下方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头给走出来 其实双方在这个局部下的都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在寻求最佳的变化 非常精彩 此后呢 白棋这一场 在这个局部可以算是告一段落 虽然场军一条龙如愿以偿的吃掉了白棋下面这一块小龙 但是以全局为一个大背景的话 这个局部 黑棋并不便宜 甚至可以说 白棋以弃掉这块棋 为一个前提 构筑了这么一道外势之后 为后来的盛世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 在高手的这个攻防弃子转换之间 以大局的掌控为一个前提 下出这么精彩的这些变化 由此让我们对于棋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一点呢 我想才是两位高手带给我们最精彩的这么一个部分吧 各位基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四妙想 我是王湘如 上一盘棋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在围甲当中的两位十月与柯杰的对局 那这盘棋呢 我们续上一盘棋的这个布局再接着说 可以说这盘棋非常的精彩 所以有两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片段 此时呢棋局已经进入到了中后半盘 我们看到黑棋 吃掉了白棋下面的这一大块 白棋呢把黑棋右上角 全盘一锅端了 那实地呢 现在是应该说是非常接近 但可能是由于黑棋下面呢 吃掉的目数更多一点 会在实地上稍稍的领先 那此时呢 并不是一个进入到关子 去考虑收关的问题 白棋把目光 转向了黑棋 从上边到下边这一块 这一整条大龙 他认为黑棋的这一块棋 在连接上面有点问题 白棋是可以有手段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棋 黑棋自身在这个局部 他是做不出亮眼 没法做活 他只能依靠这样的一个连接 把自己连回来 也因此呢 就是如果白棋能够把黑棋 这边断开的话 那黑棋的这一条大龙 就要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个生死的危机 此时轮到白棋下 不知道下一步棋科捷 用了多长时间 但是呢 从这一手棋可以体现 科捷他在这些细节方面 对于棋型的把握 是非常的敏锐 如果此时给各位棋友 出一道题的话 那我如果有先前的这个提示 告诉大家 在中间下面的这个手 下面这一手棋 会在围绕着这个局部 来思考的话 我相信可能达到 业余五段左右水平的棋手 能够比较快的解除这道题 但是呢 我们下棋并不是像 我们在做题一样 很多时候如果说不告诉你 你这个棋应该聚焦在哪儿的话 你很难会去把你的这个想法 聚焦在一个局部去思考 去挖掘这个问题 所以这也正是体现了我们职业高手 他们在这种 棋型上的一种敏锐的程度 好 其实说了这么多 是想给大家留一点思考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黑棋看上去这块棋 暂且没觉得白棋有什么可以突破的手段 但是黑棋的气呢 是非常紧的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 如果白棋用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 加一个 那黑棋长 白棋如果挖一个的话 黑棋就打吃 这么一顶 下面冲我就粘住 这边这个字也跑不出来 所以如果白棋直接用这个 加一个的手段的话 是不成立的 但是以此呢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把黑棋分段的话 你是需要用到 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段 但是如何把它组合一下 这就是白棋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说到这儿呢 也让我想起我们对于棋的这种 怎么去思考问题 因为我们不能在实战当中像死活题一样 是有提示 是有一个聚焦在局部的这么一个焦点的 而你下棋的时候呢 更多时候是面向全局 你很难会去思考 或者说很难会去想到 在哪一个局部你应该去下棋 所以这个棋感啊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高手他们对于这种 骑行上的这种把握 之所以非常的敏锐 一个呢是因为 作为这个职业棋手来说 从小接受专业的训练 那做死活题诸如此类的 这种必修的基本功是绝对不会少的 即使是他们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也依然会每天保持这么一个 对于这个训练自己对其心敏感度的 这么一种训练 就比如说国内的这个 某一位顶尖的高手 据说他每次外出随身携带的 永远都不会少了一本死活题 那这本死活题可以是 由高到低啊 由减到难 不同水平的都会有 但是他所要强调的呢 就是训练自己不断的对其心的 这种计算的能力 计算的这种熟悉度 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 那同时呢 我们的成年爱好者觉得 做死活题有点枯燥 很多时候都会苦于 自己的计算力 在力量上得不到体现 但是呢 又不想通过这个 做死活题这种方式来提高 那更多时候 我们可以来通过实战的这个演练 不断的积累你对这个旗形上的认知 由此呢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握 每一个旗形上它的要点 比如说你下熟了以后 你就会很自然的 条件反射一样 会考虑 这个旗好像对方的形状上 有点问题 这是首先要给到我们的这个低感 当你对这个旗产生了疑问 你才会去 才会去想 有没有什么手段 那具体的手段 从断开 黑旗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 白系这个加 是在这个旗形上的低感 那再依此类推 经过了计算 觉得这个加一个不行 那有没有别的可能 能够充分的把黑旗这个 现在这几个子 它气很紧的这样一个缺陷 给利用上了 那由此类推 进行一个非常 具有逻辑性的这么一个演算之后 你就会能够达到 一个逐步提升的 这样一种状态 那所以这块旗 白系的这个 它的算法呢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的 这样一个推理而来的 接着实在我们来看 白系的下一手旗 也是奠定了这盘旗的这个 可以说是最终获胜的一个 一部胜招吧 现在断上来 这个时候 白系的这一段 可能黑旗已经意识到问题 没办法解决了 已经出事了 心里估计此时的黑旗 十月是心里一凉 怎么更凉法呢 我们来替黑旗考虑几种下法 首先 如果从这吃 这个时候 两边都有挖 这个形状 白系它只用从一边走 就可以了 黑旗如果吃的话 白系这一吃 双胶吃 这样黑旗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图 如果黑旗从上面吃 切记这个时候不能沾 如果你一沾的话 所有的味道 所有的变化 都卖掉了 那么白旗还是从这玩 黑旗吃 白旗再一下吃 下一步旗提 和从这边 把黑旗四个子吃掉呢 必得其一 那如果黑旗 长一个 如果黑旗长的话 白旗再把这个接上 这个时候白旗又可以再组合一下 如果直接冲的话 它有可能就把这两个子 切掉 因为现在这块旗才是重中之重 它可能会考虑 比方说猴一个这样的下法 所以这个次去是非常重要的 白旗可以先点 这样呢 再一重 黑旗彻底的没有办法抵抗了 我们刚才说 在这个局部 黑旗它是没办法 摆出两个眼 它只能 唯一的依靠就是 连回家 只要白旗把这条路一切断 那黑旗这块旗 基本上就可以 宣告死亡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说 这个断一个 它的这个难度系数有多高呢 我想也并不是非常的难 那关键就是 我们对这个旗行 有没有一个去 想要去挖掘对方 这个断点的 这么一种想法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那实战呢 黑旗粘上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此时 面对于黑旗的这个连接 这手旗 是一步关键 一加 有了这两手交换 为这个白旗的加过来 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这么一来的话 黑旗 我们看到 如果 尝一个 这边 白旗 一沾 这个时候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你黑旗粘这个 我这一般 你这三个字被吃掉了 如果你补这边 我这个一接 所以黑旗长 已经是连不回去 虎也一样 虎呢 白旗就退一个 长 白旗一沾 两者必得其一 那黑旗实战呢 这个时候其实 我想 作为十月这样水平的高手 他其实已经明白了 当白旗断上来的时候 可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但是更多的 往后下呢 一方面是在做一个最后的抵抗 更多呢 是在自我的心里 在进行一个调整 就是作为运动员来说的话 他们去 需要去锻炼 需要去学习的这种必修课吧 如何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大赛上 这盘棋虽然是 尾甲当中的一盘对局 但是我们在高手 他们需要更多去锻炼和学习的 是在世界大赛决赛的舞台上 都是以翻棋的这种形式 那你很多时候输掉的一盘棋 并不能够代表你整个翻棋 就会会输掉 所以这个时候 更重要的是 你如何把自己的 这个心态调整好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于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一盘棋 非常的漫长 你有可能在一个局部失利 但是并不代表你 这整盘棋就没办法下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也是如何 迅速的调整好 这个心态 然后继续把这个后面棋 以更顽强的方式来拼搏回来 但是现在这盘棋 已经临近了终点 尤其对于白棋的这种 可以说是一箭封喉的下法 黑棋没办法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局部 我们刚才说了 黑棋已经做不出两个眼 实战呢 黑棋也就是在 无非就是在做一个最后的挣扎 当然 此时 站在白棋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煮熟的鸭子 是千万现在不能让它再飞了 即使你下了前两招的好棋 你后面如果跟不上的话 那 这个整个的 这么一个运算 也就是毫无意义 必须要精确到每一手棋 然后靠一个 所以说 这个高手之间对局 你想赢他一盘棋 很难 但是你想输掉一盘棋的话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白棋靠一个 黑棋做眼 黑棋这个 这个地方呢 白棋如果说 要强行破眼的话 可以从这靠了 再一搬 这有一个恰吃 但是他担心黑棋 比方说 我在这 先煎你一个 诸如此类的 这样一种变化 就是这个地方呢 他 对白棋来说 这个眼位 还不是这么的 确定 一定能够把黑棋给破掉 所以白棋实战一煎 这个也没有了 所以最终呢 这盘棋白棋就获得了胜利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